这个视频,我们来赏悉一个老兵返回家乡的故事 十五从军争 十五从军争,八十使得归 师哥一开头,直接来了两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这个老兵,他居然十五岁就出征了 直到八十岁,才得以返回家乡 我们的眼前仿佛看到了一个身子挺麻,英气勃勃的少年郎 转眼变成了一个弯腰驼背,鬓发苍白的摔老头 多么沧海桑田啊 老兵老了,路途遥远,他背着行李,拄着拐杖 终于快要走到村口了 他心情急切,恨不得立刻就能见到家人 可一想,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不知家里都还有谁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啊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种雷雷 种,坟墓,雷雷,一个连着一个 刚巧,这时前面走过了一个老乡 他看见老兵往村里探头张望 还以为哪里来了个过路的怪老头 老兵却抓住这个机会,急切地向他问询 你可认得我吗?我是谁谁家的某某某啊 你可知道我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老乡莫名地看着老兵 直到听到那熟悉的口音,熟识的名字 才缓过神来 转身指着远处一个松柏茂盛的庭院 那里隐隐约约堆着许多坟墓 老乡说,那儿就是您的家呀 老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呆忘了好一会儿 才主着拐杖,紧赶慢赶地来到院门口 却只见,兔从狗道入,智从梁上飞 中庭生驴骨,井上生驴魁 狗道指狗洞,智野鸡 中庭屋前的院子,驴指野生 老兵走进院门,却见一只野兔 被吓着从墙上的狗洞里钻了出去 接着,一群野鸡从屋梁上飞起 这家里不知多久没有住人了 都已经变成野兔野鸡的乐园了 再仔细看看庭院里 野生的骨子长得到处都是 连井边都长满了野魁 多么荒凉 碰骨池做饭,采魁池做羹 羹翻一时数,不知一压水 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羹,指野菜汤 仪,赠送,沾,沾湿 老兵深深叹了口气 就默默地忙活起来 他将院中野生的道虎 充成米用来做饭 又采集井边的野魁用来煮野菜汤 不一会儿,汤饭都熟了 坐在桌前却不知道该和谁分享 老兵放下饭碗,走出门来 茫然地望向东方 满是皱纹的脸上躺下泪水 不知不觉沾湿了衣裳 盈盈泪光中 老兵仿佛看到了父母久违的笑容 看到了出征时全家人为自己送行的场景 想到他们对自己的期盼 更想到战场上多少次死里逃生 都是凭着一股回家的信念啊 可此时此刻 并发斑白的自己回到故乡 不见父母亲人却只能与雷雷坟墓 郁郁松白以及山姬野兔为伴 想到这里 难以遏制的悲痛和孤独感终于涌上心头 老兵老泪纵横 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西汉初年 北方曾长期面临少数民族匈奴的威胁 自汉武帝开始 汉朝强盛起来 汉武帝便派遣大军进攻匈奴 经过几十年的征战 最终大获成功 然而多年频繁的战争 也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兵衣负担 多少人抛妻弃子 背井离乡 多少家庭从此毁于一旦 这首十五从军争 没有歌颂统治者的功绩 而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着力刻画一个老兵年迈孤独的凄凉境遇 全师觊觎着对老兵的深切同情 也揭露出汉朝的兵衣制度 对百姓造成的伤害 体现出汉月府关心百姓 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内涵 老兵的故事就说到这吧 下个视频 我们将一起赏悉 汉月府中劝人珍惜光阴的名片 长歌行 现在快去答题抢金币吧